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进层的资源回收 未的方法 客户目标理解系统是如何对进层资源回收 客户作业编写程序来实现进层资源的回收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的方法的函数原型 首先是引入图文件 第一个图文件是指prd-t这种类型的定义 第二个图文件是指未的方法所在的图文件 wait的函数原型是 首先 这个wait方法返回值是一个prd-t这种类型 参数只有一个是硬的形的指针 这个指针可以带出一些个信息 就是进层结束时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从这里来进行获取 当然如果你要是对这个结束的信息 不感兴趣 这可以射出一个null 系统调用了wait 此时都做了一些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进层一旦调用了wait 就立即阻塞自己 由wait制动分析是否当前进层的某个子进层已经退出 如果让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已经变成僵尸的子进层 好 但是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僵尸的子进层 就是说一个子进层退出了 但是呢 副进层没有定用wait对他进行资源回收 此时 这个子进层 他就是一个僵尸进层 他还占用一些个系统资源 但是这个系统资源是非常少的 好 但是呢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副进层定用了wait 检查他的子进层已经有退出了 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属于僵尸状态 是吧 wait 就会收集这个子进层的信息 把它彻底的销毁后返回 那这时候 他的子进层就由僵尸进层 就彻底的被销毁 这个子进层就在系统那核里边 就不存在任何的信息 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子进层 wait就会一直阻止在这里 直到 有一个出现为止 就直到有一个子进层退出位置 当然 如果 在电用wait时 子进层已经结束 则wait就会立即返回子进层结束的状态值 参数status用来保存被收集 进层退出时的一些状态 就是说 子进层退出了 是吧 我没电用wait之后 然后能能对它进行彻底的销毁 把所有的数据都回溯出来 但是有时候如果你要是想电用 想知道 啊 就是我的子进层返回了一些返回值是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电源的一个方法 是吧 这个方法返回值是什么 有时候这个值对于我们主进层的控制 就执行的流程 控制还会起来一定的作用 我们就会通过status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指针 可以得到这样的值 当然 如果我们对这个子进层 是如何死掉的毫不在意 只想把这个僵尸进层 消灭掉 事实上绝大数情况下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都不许关心它的返回值是多少 我们直接可以设定这个参数为now 就像这样 像这样 对 好 如果成功了 wait会返回被收集的子进层的进层ID 如果电用进层 没有子进层 就是说你负进层 你执行wait之前 你没有放过任何的子进层 就是你没有子进层 这时候电用它会失败 返回值是负一 同时 而是air number会被制为这一个常量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来看下面一个例子如何电用wait 首先这个案例的代码的文件名是wait1.c 前面是引入图文件相关的图文件 一个是witprd所在的文件 一个是wait所在的图文件 然后呢 我们prd-t 声明两个就无变量 紧接着fulk一个进层 如果fulk失败的话 打印这段信息 并且推出 如果pc等于0的话 说明当前进层是子进层 子进层做的什么事情呢 首先是打印子进层的 进层ID 信息然后呢sleep十秒 好 这时候子进层干的事情就是打印信息 而且sleep十秒 否则呢就是附进层 附进层干的什么事情呢wait 而且这时候我们传的值是nal 说明不关心子进层推出信息 然后呢再打印一些 副进层的一些信息 最后结束 大家想想 这个程序一旦执行的时候是不是 子进层 啊 副进层到底谁还运行 这个是不可预知的啊 假如说子进层一开始运行啊 然后呢他打印这些信息之后 然后直接sleep十秒 副进层呢紧接着 会对于wait的方法 这时候 因为子进层在sleep 便没有结束 所以说副进层 对于wait的时候 会不主事 一直等着他的子进层结束 当子进层结束的话 副进层 然后打印一些个 副进层的一些信息 然后再结束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追踪的结果 好首先是编译 这个原文件 然后紧接着执行这个原文件 OK 打印信息 你看 首先是子进层打印一些信息 打印他的进层号 是这一个 紧接着 需要等十秒 副进层 再打印这个信息 打印出复进层的 进层号 好 咱们再来细看一下参数status 好 这个status 刚才我们 在前面已经说了 是吧 这个status 啊 是一个印的型的 指针 为什么这还是一个指针 大家想想 是不是因为我要往外带直到 把一个印的型的一个变量的地子 传进去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里边的值给带出来啊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如果参数status 指不是那 wait 就会把子进层退出的状态 取出并存入其中 这是一个整数值int 指出了子进层是否正常退出还是 被非正常结束 一个进层可以被其他进层信号结束 比方说我们要由kiru面领 是可以杀死另外一个进层的 以及正常结束时的返回值 或被哪一个信号结束等信息 由于这些信息被存在了一个整数的不同的二进制位中 所以 用常规的方法读取会非常麻烦 人们设计了一套专门的红来完成这项工作 下面我们来学一下其中的最常用的两个 一个是 这一个 啊 这个红用来指出指进层是否为正常退出 如果是 它会返回一个非灵值 啊 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啊 虽然名字一样 但是这两个参数 并不同于wait 的参数 因为wait是指向的一个 是传的一个steadic的指针 而我们这个方法呢 是传入了一个整形值 不要搞鬼了 大家想想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wait方法是不是要 要弯弯弯代指 所以说要传一个指针是吧 然后呢我们这个方法主要是检测 检测位的值 steadic的值 是吧 通过这个steadic的值 就是状态的值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指进层是不是正常退出 如果是正常退出的话 反回非灵值 如果是非正常退出的话 反回零是吧 这是第一个红 然后第二个红 是这一个 当返回值非灵时 我们可以用这个红 来提取指进层的返回值 如果指进层定用了EXRT5退出的话 那么这个红返回的值就是5 当然这个红 大家可以理解中 它就是一个方法 就可以理解中它是一个函数 只不过这个函数 其实就是一个红 如果指进层定用EXRT7的话 那么这个红返回就是7 请注意如果进层不是正常退出的话 也就是说VT 返回零 这个值是毫无意义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首先是我们电用前面这个红定翼 我们知道 这个指进层是不是正常退出的 如果非正常退出的话 你电用第二个红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不是非正常退出 是吧 只有前面是正常退出了 就说明什么了 就好像我们指进层是执行成功的 那么我得到你指进层的退出 信息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说紧接着 我们再电用第二个方法 得到进层退出的一些个信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啊这个文件名原文件名我们起名由起名为wait2.c 然后引入通文件 紧接着上面有两个急步变量 是pid-t这种类型的 紧接着fork一个进层 如果小于零说明我们出现进层失败 如果等于零说明是当前进层是指进层 那么紫进层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打印 打印一段信息 打印这段信息就是把紫进层的进层ID打印出来 然后呢 紫进层的退出 看了吗我们这块退出 里边是写了一个3 好 这是紫进层的一个指3 我就想让复进层得到这个3 就是得到退出时的一些个状态信息 那复进层是怎么得到呢 好 首先呢我们一看 Alice就是如果是复进层的话 他就用wait方法 对于wait方法这里边 可以看到是传了一个值的 而且是传了一个 这个值的地址 是吧有个取地址云章符 为什么要传取地址云章符 又传个地址呢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紫进层的信息给带出来 所以说给他方法传一个硬的形的指针的例子 然后呢 如果这个方法为真的话 说明是正常退出 当然我们说了这个红电翼是不是来判断 紫进层是不是正常退出啊 如果反馈这位非正值 它是正常的退出 首先是那个复进层要打印 打印一些信息说明当前紫进层是正常退出的 并且你既然是正常退出的话 那么我得到你紫进层的信息 最后退出的信息是有意义的 然后我获取到 紫进层推出的信息 否则的话 说明有紫进层是非正常退出的 对吧非正常退出的话 比方说别人掉一个Q面料 把他给杀死是吧 是非正常退出的 那这时候的话 我副进层子打印 一个信息说 紫进层 不是正常退出的 不是正常退出的 那这时候我就不会再电用 这个红 来获取它的退出状态信息是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是非正常退出 我获取你这个值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吧 咱们看一下执行结果 首先是编译这个原文件 然后执行这个原文件 紧接着打印紫进层 啊 的进层RD是这个值 这是紫进层打印的 紧接着 附进层 打印 电用了位置方法之后 啊 他发现 那个 电用位置方法之后 紧接着电用一个红 他发现这个紫进层是正常退出的 并且它的返回值是3 刚才我没说了 是不是 紫进层解决的时候 它的返回 它的退出状态信息是3 好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节内容 好 谢谢大家 哦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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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